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法拉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这个礼拜对特斯拉来说真的非常的难过 感觉所有的坏事都在这礼拜一起发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好几起特斯拉的安全事故 其中有一起还是autopilot下所造成的 除此之外特斯拉的竞争者也越来越浮出台面了 如果你有在关心股票的话 Volkswagen这个礼拜的涨幅真的是吓死人了 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你是无法接受任何关于特斯拉坏消息的特粉呢 我会建议今天的影片你就先跳过去 不过如果你喜欢我继续帮你整理 更多关于特斯拉相关消息的朋友 记得在影片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你的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以及帮助 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内容咯 Let's go 这阵子以来特斯拉的股价一直位于六七百块之间 做一个震荡徘徊哦 对比道琼以及SP500最近不停破新高的情况 特斯拉从他的最高点九百块左右到现在准准跌了超过20% 今天聊到的这些事故很有可能都是造成特斯拉最近股价有点预振乏力的原因哦 首先这起意外是发生在底特律在3月11号的时候一台Model Y他直接冲入了一台货柜车的下方 这个画面如果你有长期在追踪特斯拉的话应该还蛮熟悉的哦 之前就有过两起分别在2016 2019年当时的驾驶就是开启着 Autopilot 直接冲入了货柜车的下方甚至呢还造成了人员的死亡哦 而我在上周11号录制关于自动驾驶这段影片的时候其实我就看到这个新闻了 但我当时没有把这新闻放到影片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还不确定到底驾驶有没有开启 Autopilot 事后证明还好我并没有把这个新闻跟 Autopilot做相连结 因为警方后来证实了事发当下呢当时驾驶并没有启用 Autopilot 不过高兴没有几天3月15号在密西根发生了一起Model Y开启自动驾驶的时候直接冲撞到了停在路边的警车 而这次可以确定的是Autopilot当下是有启动的哦 不过也因为这两个案件美国NHTSA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正式要对特斯拉来启动调查了 最主要就是针对Autopilot造势的这个部分 尤其在密西根的这个案件当时的警车是停在路边而且警示灯是有打开的哦 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很有可能又是因为在高速之下无法辨识静止的物体而导致车子直接追撞上这台警车 在美国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美国警方在盘查时很多时候会有半个车身占据一个线道 最主要这个是处于安全的理由 确保后面的来车可以移到下个线道避免造成追撞的事故 非常有可能当时就是因为这样而导致特斯拉的右车头直接追撞到了警车 当然详细的原因还是要等到NHTSA做了完整的调查之后 大家才会知道 不过这也印证了我上次影片所聊到特斯拉之所以还在LV2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责任的归属 虽然很多的粉丝都认为特斯拉现在已经来到LV3 甚至Face of Striving Beta版已经具有LV4的能力了 不过像是密西根这个案例不用说绝对是驾驶需要负全责 因为特斯拉现在就是还在LV2而已 但如果特斯拉AutoPilot现在是LV3等级的话 像这个案子就非常有争辩的空间了 不过这也证明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离完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也是我在频道常常强调 即使你开启AutoPilot也要实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不过还好密西根这个案例并没有人员造成重大的伤亡 不过对于特斯拉的股价呢相信也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消息也是才刚发生的 我不确定它会不会上新闻 这个是我在特斯拉Model Y Group里面看到的 一位Model Y车主本来在家门前打算要洗车的时候 他后面的车门跟窗户突然间自己打开了 他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本来想从驾驶座进去 把窗户给关起来 结果驾驶车的门没办法打开 他只能从副驾那一侧进去 见到车内他闻到了一股烧焦味 他马上冲到屋里打了911以及拿了面火器出来 后面就像各位所看到的 整个仪表板下面呢全部都烧毁了 这个案子不幸中的大庆是一样没有人员受伤 而且车子是停在室外而并非在车库里面 而以烧焦的位置看起来比较像是电线短路所造成的 并非电池包的自燃事件 我相信如果是电池自燃的话呢 对特斯拉的伤害一定又会再更大一点 不过身为车主不管他是哪个位置自燃 我是都没办法接受的 更何况这台车 他的车龄跟我差不多一样是5个月左右 所以呢说真的我也是有一点毛毛的 我也不确定这个案件最终会不会有主流媒体来报道 在我录影的当下至少是还没有看到 不过这个案例有几个有趣的地方 首先就是他的安全机制 为什么他的后车门窗第一时间会自动打开 是不是电脑侦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而第二个亮点是前面仪表板都烧成这样了 没有想到中控萤幕看起来还是正常的哦 这真的让我也非常的惊讶 不知道这个情况之下车子还能不能动呢 不过我真的很希望特斯拉能够针对密西根的案例 以及这一起自燃事件 能够给大众一个合理的解释跟说明 只是很可惜特斯拉已经把美国的公关部门给猜测了 所以要等到他们说法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哦 而另外就是最近发生在中国非常火热的刹车事件哦 先不管原因到底是不是ABS刹车失灵 或者像特斯拉所说的路面湿滑泥沙造成刹车距离不够 而撞上路边护栏 关于原厂用这种方式来检查刹车能力 我就已经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了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做法 也难怪很多的网友会认为特斯拉他们正在甩锅 把责任全部归咎给驾驶 而讲到特斯拉甩锅说真的 我自己也是非常有经验啊 很多他们修不好的问题呢 最后他们都会说这是正常的 包含呢我之前Model 3内车窗户进水 以及我朋友去年底才刚领的新车 他车子有个非常大运转的声音 送修了两个礼拜修不好 最后特斯拉是跟他说这个声音是正常的 他找了我们几个也拥有特斯拉的车主来帮他检查 首先第一个这个声音绝对不正常 因为真的有够大声 而第二个我们仔细找之后 这个声音是从电脑萤幕下方传出来的 所以他不死心又再送修了一次 而这一次呢特斯拉只花了两个小时 就把问题给处理了 对于特斯拉第一次说这是正常的 我们也就是只能笑笑啦 不过这边同时也提醒各位车主 如果你的车有什么样的问题 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 有时候换一个维修人员 可能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哦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了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 整体的服务体验还是算好的啦 他们毕竟也提供了我朋友将近三个礼拜的Model S 作为代步车 但这一部分也都是特斯拉得要额外负担的成本嘛 除了以上这些事故之外 在销售的部分 特斯拉也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哦 英国一直算特斯拉在欧洲的版图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光是在2020年呢 就占据有25%左右 在去年特斯拉在英国总共交付了24,000辆车之中呢 其中的22,000辆就是属于特斯拉的Model 3 不过在今天有个不好的消息突然传出 就是英国即将要终止给Model 3的各种补助 在英国原本对于5万欧元以内的电动车 他们给予3,500欧的补助以及退税优惠 不过在今天他们突然宣布 这个补助呢 只给3万5千欧以下的电动车 以及从原本3,500欧降到只有2,500欧 这个改变虽然不是剑指特斯拉 但Model 3呢 绝对是受害最深的一款车子 因为Model 3不管是标准版或者长程版 以往刚好是落在5万欧以内 但这个优惠突然一改之后呢 甚至连standard range 它都没有办法拿到任何的补助款项了 所以我相信这对特斯拉在英国的销售 绝对会造成非常重大的打击 至于特斯拉接下来会怎么因应 我觉得降价也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在英国的朋友呢 不妨可以稍微等等看 而除了英国之外 Volkswagen大众汽车也是展现了非常强烈的气图心 对比特斯拉的Battery Day 福斯他们也推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Power Day 并且呢 不断的展现出他们对于电动车市场的一个雄心壮志 对于Volkswagen我在很早的影片就说过 他们的ID3 ID4 对于特斯拉来说呢 都会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Volkswagen光是在去年 全球就交付了超过900万辆车哦 对比特斯拉的50万辆 真的大小差的非常的多 而福斯特总裁Diss更是发笑了好语 他说在2025年之前呢 福斯将会超越特斯拉成为电动车的领导者 事情会不会像他想的这么顺利 我们还不知道 但市场的反应呢 看起来是还不错的 在Power Day之后 福斯的股票马上疯狂大涨哦 尤其在昨天甚至涨了29点多percent 不过在今天股市全面回调之下呢 他也大跌了15%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投资人对福斯还算是蛮有信心的哦 因为福斯他是一个非常大老品牌的制车公司 而且他在转型的过程呢 我觉得他是比其他车厂来的都还要更用力一点 从他的ID3ID4看起来 他的电动车是真正的电动车 而并非像宾市有些从汽油车改的电动车 所以他的决心是看得到的 而且因为他产能庞大 他的成本呢 相对可以压得比较低 他的利润呢 空间也相对的会比较大 而对于一些还没有准备好 要使用自动驾驶 这种顶尖科技的朋友来说呢 这个时候福斯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他的价钱相对很有竞争力 而且也是大众普遍可以接受的品牌 我也正在联络在Volkswagen上班的朋友 很快会帮大家推出一部 关于ID4的实作影片 如果你有什么好奇想知道的地方 趁现在在下面留言 我到时候呢 可以的话帮大家来尝试看看 如果你对除了特斯拉之外的电动车 有兴趣的朋友 也千万不要错过将来即将推出的影片 除了Volkswagen BMW 在昨天3月17号 也正式推出了一款新的i4 预计在2022年呢即将上市 这款i4是BMW目前第一台四门的全电电动车 它的续航力来到了有300英里 而且马力呢来到了有530P哦 300英里我觉得是电动车 适不适合做长途旅行的重要关卡哦 如果你对用电动车做长途旅行 有顾虑的朋友 欢迎去看我之前分享的影片 相信可以帮你解答许多的问题 而BMW他们也预计在2025年之前呢 电动车的销售量将会占他们总体 超过50%以上 所以我们都看到各个车厂都非常积极的 往电动车这个板块在发展 而特斯拉在将来要怎么样应对这些挑战 虽然说电动车市场还很大 而特斯拉也还握有自动驾驶 以及Supercharger这两项武器 但是这个礼拜特斯拉所遭遇的事故 都是一些警讯哦 我也很希望特斯拉能够尽快 针对这些事故 给大众一个更清楚的说明 而不是任凭媒体 或者我们这些在网路上乱猜码 这个对特斯拉也不是那么的好 今天的影片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准备的资料 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你的赞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 还没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键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有趣的影片哦 下一次的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想要了解福斯ID4 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威胁特斯拉的朋友 也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在下一次的影片见哦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